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规划青创艺朗 自11月17日至12月6日 与实践大学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 合作办理Innovation创作展 展示14位荣获国内外竞赛奖项的设计师作品 展示设计创新、多元整合、跨界交流等设计表现 期望带给民众时尚新感受 这次很高兴能够和实践大学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合作 并且由系主任杨宜昌教授亲自策展 透过服饰的设计 展现出同学对于个人生命历程 还有大自然环境的关怀 这一次其实因为我们的主题是Innovation 就是想要以一个创新的概念来作为 这次展览的一个主軸 那就是其实本学系在一个教学的方式上面 都是以翻转过去传统教学的方式 让学生启发他多元的一个思考 学生们在衣料上展现各式创意设计 运用丰富的色彩与元素 让服装成为城市的艺术饗宴 以忍者的夜袭装束作为一个发想 对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他的我结合了数位印花还有红色支带 那数位印花部分想表达是浪 还有雨的一个意念意象这样子 展览活动汇聚了大学生的创新设计 与经营行销人才的热情 期盼引发民众对设计创意与文化美学等议题的兴趣与关心 传递多元时尚与艺术之美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